他不是浪漫的人 其實蠻明顯的 他剛開始很喜歡講笑話 大概十個裡面有兩個好笑吧 因為他有很大的任務吧 當人為了保護別人的時候 你其實是不畏懼的 這是他的選擇 三百六十五天 他只放假一天 那便宜的時間不就很少 他是大家的 然後我就是負責照顧他的 第一次跟他見面的時候 我就基於禮貌 都會叫夫人 他說要叫夫人 他說那我叫你賴太太嗎 他說可以你可以叫賴太太 但你叫我吳小姐更好 叫我吳小姐更好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 從接下來三天我都叫她吳小姐 他說他在哪裡買菜還是什麼 他說我們去記錄你買菜 他稍微遲疑一下 他說因為他現在最得意的 就是他去買菜沒有人認得他 連隨物都穿得比較輕鬆自在 然後他就說那你這樣拍不就 大家就會猜我是誰的這樣子 那你可不可以用手機拍 當然我們不可能用手機拍 結果剛好有一次 他剛好都要回台南辦事情 對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以前在台南買菜 大家應該都認得你 因為他在台南住了非常久的時間 那我們就約一約 我就去拍了 對 我發現很有趣 因為其實這些天商都知道他是誰 可是他們大家都有一種 很有趣的默契 知道他是誰 對 大家不會特別說什麼 不會特別說出來 對 也不會算你特別便宜或特別貴 感情無來有耶 至少覺得這個人是值得信賴的 他不是浪漫的人 其實滿明顯的 他剛開始很喜歡講笑話 大概十個裡面有兩個好笑吧 後來交往會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 你家包給你嗎 一百 一進一百 你家包給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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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好多啊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這次我真的是很難過 我真的 就很生氣說 唉 要是我在家 我一定會拿著那個掃把 就去跟他打起來 他們還就這樣子 踩到他眼睛上這樣磨 你還要問 你會不會覺得他很傻 我魚有熔焉啊 為什麼 因為他有很大的任務吧 當人為了保護別人的時候 你其實是不畏懼的啦 你會不會覺得他會覺得他很傻 很老 三百六十五天喔 他只放假一天 他只是放假一天 他只是太快 他是大家的啊 我只是負責照顧他的 对因为我先讲一开始好了 就是我第一次跟 我都叫吴小姐 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 我就急于礼貌 都会叫夫人 他说要叫夫人 那我说那我叫你赖太太吗 他说可以 你可以叫赖太太 但你叫吴小姐更好 叫吴小姐更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从 接下来三天我都叫吴小姐 导演哥拍了三天 对我们大概就是前前后后 这三天就是一直在记录 这个吴小姐的故事 那会选择 会选择这样一个方向是因为 他的确不是一个 熟悉面对镜头的人 对比如一开始他其实是有一点 不要吗真的要拍我吗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生活平常都在干什么 他说就是去买菜 他说买菜是毛拍的这样 他很喜欢运动嘛 去把它删 那我说买菜其实不错耶 我想去跟拍买菜这样 他说那你可不可以用手机拍 我讲 怎么会用手机拍 对 所以我们其实花了一点时间去跟他沟通 但也因为我们做计时影像的关系吧 所以我们长期来就是我们会比较容易跟我们的被设者有一些比较好的互动 可能我长得比较 比较安全 或者是长得比较没有存在感这样 所以我就跟那个吴小姐就有比较多的互动可以往下走 我们看到那个场景是在哪里的菜市场 对 说到这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 因为吴小姐是提醒我 她说 我不要 你不要写台车给我念 然后 你不要叫我从这里走到那里 我都不会这样 不能有脚本 对对不能有脚本 那她就希望我们能够去记录她非常真实的样貌 那我就说那你平常都在哪里生活这个初末这样子 她说她在哪里买菜啊什么的 那我说我去记录你买菜 她稍微迟疑一下 她说 因为她现在最得意的就是她去买菜没有人认得她 对她连随物都穿的比较轻松自在这样 那她就说那你 你这样拍不就她就 都会猜我是谁的这样子 那你可不可以用手机拍 但我不可能用手机拍 就刚好有一次她刚好都要回台南办事情 对那我们就跟她说那你以前在台南买菜 大家应该都认得你嘛 因为她在可能住了非常久的时间 那我们就约约我们就去拍了 对 我刚才很有趣耶 因为其实这些天商都知道她是谁 可是她都会讲 她在台南舒服满长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 可是她们大家都有一种很有趣的默契 知道她是谁 对她不会特别说什么 不会特别说出来 也不会算你特别贫 我特别贵 那就如寻常的生活一样 其实这东西我觉得很棒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在记录一个角色 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我自己第一眼看也印象很深刻的是 她就穿着最平常一如你我的服装嘛 逛菜市场 然后其实我也印象很深刻的是爬山 爬山这个设定 因为爬山本来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嘛 那她就是爬阳明山 是 我可以讲阳明山吗 那她就是爬阳明山就对 那她就是爬阳明山就对 那她直播出去了 然后我们就跟着她去拍 她实在是爬太快了 因为我们摄影师 就很快 我们摄影师气场很重嘛 然后都拜托她 吴小姐你也在爬阳明山 你走慢一点这样子 因为她实在爬太快了 爬山爬非常快 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去透过这样的一个 比较非常自然的角度记录 因为就如同我们的时候跟一样就是选对的人嘛 那其实当时在发强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就在想 那什么是对的人 什么是对的人 对的人必须有哪些的特质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就发现 吴小姐是这个全世界全宇宙第一个选赖清德的人 她是全世界第一个选赖清德的人 她为了什么而选赖赖清德 所以我们就想说 从这样的两个角度去切入这样一个非常生活面向的影片 全世界第一个选赖清德的人 导演下了一个非常棒的注解 那其实在杨明山爬上的这个过程 我看导演其实跟着那三天 应该也有观察到在互动里头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呢 有买挑买了什么吗 其实就如同我刚刚提的 她其实就是 就是她不会 就是不准写 不要写稿子嘛 不可以一一有脚本 她不会去做假的事情 她不会像有些人喜欢用眼的 对对 然后她就喜欢 她喜欢做 这个非常真实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 对我想起来 那天我们在杨明山爬山的时候 出来说 因为我们是平日 所以她有一些那种 小农不是会摆那种叫城市商店吗 那就是自己拿农产品 她自己丢钱那样的 我想起来真的是 她挑了那个六根香蕉 然后我才问她说 因为她上面写一根十块 所以六根六十块 六十块 对那我就说 吴小姐你觉得 吴小姐你觉得这个六根六十块 这个行情合理吗 还可以啦 这个全年六根六十九 我想怎么连全年六根六十九都知道 她蛮有生活感的 对 对所以我在进入过来 我发现真的是一个 活生生的真实的存在 那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懂人 然后甚至我们在 在她家里拍的时候 聊到那个之前 那个外父被打 被攻击的事情 然后哇她真的 她其实像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 可是她其实 刚才谈到那样事情的时候 她也是情绪是有波动 当然比较强烈不容易是把它剪掉 所以其实这一段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慢慢聊 对这样就够了 然后这是一个很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她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命题 就是她是 全宇宙第一个选择赖清德的人 然后我想要带着观众去看 她的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包含说她不是一个 有些候选人很 很会说笑话 或很爱说笑话 可是 那一副是一个 十个笑话只有两个好笑话 对 可是她会觉得说 她不是在一个说笑话的人 她但是一个说粉丝在话的人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 慢慢慢慢这样的角度 去厘清或去疏离 这一位女性 她作为第一个选择赖清德 她在选择的原因 那最后也跟导演请教 因为这个影片两分钟的长度 导演在那个相处三天的过程当中 怎么形容吴小姐 吴小姐 你口就等吴小姐 对 其实我们 应该这么说 我们不是那种 一见面就打开摄影机一直拍 其实我们大概90%的时间都一直在拍片 都在聊天 都在打屁聊天 都在聊生活琐事 都在聊菜 煮什么东西 聊咖啡 聊什么 就什么都聊这样子 然后 那天我还记得在市场买菜 他 帮他除了自己 买菜回家 煮给賴夫吃之外 他其实很黑心也帮我买了菜 所以那天你也带菜回家 带好多菜 带好多菜回家 所以其实很开心 所以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而言 我真的会觉得说 我们当然谈恋爱可以是 选择一个很会说笑话 很耍宝的人 但是如果要选择一个结婚的对象 我们必须选择一个非常实在的 不正直的这样子的人 而且我发现 胡小姐在对于自己 丈夫的工作那种尊重 完全不干涉 予以支持 这样的切入 她这样的生命的角度 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受得深刻的 确实 因为就大家所知道 就是 我女士过去是职业妇女 她在台队有很长一段时间 对 其实我们拍了很多 但是因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两分钟 你也可以再出纪录片啊 我拍了很多 但是因为只能剪两分钟 所以就没有办法出 增添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一段 而且当时 胡小姐是在台电工作吗 呃 原本在台南 台南的台电工作 但是后来 因为赖副当市长 对 我从这小小点 就发现很有意思 那就是不希望赖副在 因为她突然成为一个首长 不希望那首要营长 她就自己请调到高雄去 对 然后还没有想到赖副变成院长 我觉得台湾都归她管 她就干脆自己办退休算了 对 我觉得这个 那个分寸是很很很很棒 尤其我作为 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的家人 那样的分寸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子 导演的意思就是说 从他的互动可以理解到 他不干预政务这一块 当然当然 对 那我最后也在请教导演 就是这一部片要呈现 你刚刚有提到选合 对 没有错 因为我们讲好多次 就是她是全世界的一个选择赖青的人 我们就觉得想要去让观众看到选择 因为刚刚提到嘛 谈恋爱我们或许有机会可以选错 但结婚的对象是不可以选错的 那这是一个想要从这样的一个角色 身上去切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向 谢谢导演今天的参与 也谢谢今天这个片在我们这里正式的首映 那么也跟大家预告 在明天开始电视台还有网路 我们即将会播送这一支宣传片 今天的进入也会谢谢大家 那会后是不是有QA的部分 是 单列的储君 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 杨慧姐这边有提到说 是导演那边顺服 吴小姐可以出来 拍摄这支影片 想问那个顺服的过程是怎么样 然后是怎么跟她沟通说 让她愿意来拍摄 谢谢 我要先表达我对导演的佩服 因为确实 一开始提案说聊聊看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报折 会真的成功或没有 但这个前提是因为 賴副总统非常地尊重太太 那她也说可以聊聊看 但一定是重她的意愿 可拍可不拍 不见得非要一定呈现这个作品 所以我也很好奇 导演是怎么赞到你 呃 当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 有跟吴小姐聊了蛮久了 就是 当我们从选举去聊 然后她一直提到说 拍我拍我 那这个真的会帮忙到吗 等等 但我一直跟她提到说 其实她的生活 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实在的 踏实的 这样一个生活的样貌 是 如果作为一个观众 我会很想要看到的 那当然从一个做 做影像或做记录者的角度而言 因为 吴小姐从来没有被拍过 所以对我而言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也想去呈现 但事实上 的确她就如同我过往所记录的 每一个故事的角色一样 她们从来她不是演员 她们也无法演出 可是反而最动能的部分 是她们的一个非常真诚的部分 那那个说服 的确我们有提到群举的 一些趋势等等 那我们 也希望那个吴小姐能够出 能够让我们来记录 那至于说这样的影像 能够产生有没有怎样的 能想或等等 那就顺其自然 但是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影片 进入下来 那她的确是有提到啦 她比如说像刚提到说 倒菜上买菜 她希望不要被认出来干嘛 那我就 接着我就回答她说 欸 你赖父当选总统之后 去台湾你就认识你的 所以这好像也没有什么 必要这样子 对 那她后来也是可能觉得这是 合理的 也是事实 所以她 到后来她 谢谢她 愿意让我记录 然后也 不会强迫要求我用手机拍就好了 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自由成瑜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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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说 就是您刚刚有谈到 就是说有跟这个 吴夫 賴夫人就是有谈到 这个选情的部分 她对于这次的选情上面 是不是也有一些些的紧张 另外想问说 现在打出这个夫人牌 是不是很失望 在最后的关头 冲刺选情 谢谢 第一个我可以回答 第二个我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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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答案可能会让大家失望 其实 就是賴夫人 就是吴小姐 她对于 选举这件事情 她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的 对 然后再来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其实是 她只是在觉得 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她能够 就 作为我们去说服她 她的故事 能够让别人看见这件事情 她接受了 所以我并没有在她身上看到任何担忧的氛围 完全没有 事实上我们的选战节奏一直都是按部就班 大家知道说这个选战主轴 选对的人走对的路 我们其实有一整个系列的影像宣传安排 那这个一定不是突然间昨天晚上拍的 我们一直有一些说服的过程 然后导演有三天的拍摄过程也有剪接 那按照宣传的节奏在今天为大家做曝光 赖富有没有一些反馈 那还有就是您十月也有出席那个赖富的文化政见的国政发表会 那赖富的整个文化政见是否有多元然后受到文化界的任务 您肯定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文一下 谢谢 我自己做的影片尤其是这些都不是演出 它都是真实发生 所以包含这部影片或过往所有作品 其实每部影片完成之后我一定会让我的当事者看过 所以里面出现的每一颗镜头每一句话都必须他们同意 才能够被公开播出 所以其实胡小姐是有看过这样的影片的 但她通常对这影片的内容是没有太大的意见 所以交变非常顺利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很开心的部分 然后第二点你刚提到之前那个文化政策 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传统布袋戏的纪录片 其实在讲语言的其中语言部分是跟语言有关 那我自己当然特别有感触啦 因为就是传统那种传统布袋戏嘛 那都是用台语去做表演 那被红额之类 那摧毁语言最快的方式就是先摧毁他以后 像你现在叫我讲台语 都离离了 我台语讲得非常的差 甚至我小时候 我记得有时 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台语的家庭 可是我的父母讲的国语是那种台湾国语 可是我们小时候会因为自己父母讲台湾国语 会觉得很丢脸 可是反而是长大之后 对于这种语言是有不同的感触的 所以当时那个文化政策的活动 包含是更多元性的 或是对语言的重视或对文化的重视 的确在我也好 或这个行业领域相关 引起非常大的分享跟支持的 这个影片除了夫人有看过之外 那赖父本人有看过吗 有给你什么反馈吗 我是传给夫人的 那夫人有没有给赖父我不知道 他们真的就是互相尊重 对啊 对等一下 这个影片因为我拍的是吴小姐 好像不需要赖父同意嘛 对不对 OK OK 我不是有些人 对我是真的不晓得 但夫小姐是看过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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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